哈喽大家好,虫粉的一态又来了 在娱乐圈里,靠自己的实力成为一线明星并不容易 有些人靠着超高颜值和过人能力站稳了脚跟 有些则凭借勤奋努力和实力不断打磨自己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却是依靠着自己的另一半 才得以在娱乐圈中一飞冲天 他们靠另一半得到了名利和财富 却也为此背负着许多非议和质疑 这些男明星,他们真的靠另一半上位了吗 还是他们真的有过人之处 只是得到了另一半的支持和助力 今天一态就带大家来看看那些靠另一半上位的男明星吧 王月伦 王月伦在娱乐圈中的成功 离不开他前妻李湘的支持和帮助 在他还是一个没零没钱,没人卖的纪录片导演时 他与红遍全国的主持人李湘相识相爱 通过李湘的人卖和资金帮助 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 李湘为他筹集了三千万元的资金 并且帮他拉拢了不少明星加盟电影十全九美的拍摄 这部电影最终大获成功 成为了王月伦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此外,王月伦还因为李湘的关系 参加了芒果台的现象及真秀节目《爸爸去哪儿》 和女儿王世玲一起上节目 这才火爆全国 可以说,没有李湘的帮助 王月伦很可能很难在娱乐圈中取得任何成就 然而,王月伦的成功并没有让她感到满足 在婚姻生活中 她曾多次被拍到与其他女性有不当行为 虽然李湘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她 但是她还是在偷心的路上乐此不疲 终于在2011年11月30日 王月伦官宣的两人已结束婚姻关系 有趣的是 王月伦在官宣微博的最后一句写的是 也祝福李湘和她的一中人 好像在影视李湘已有了新欢 但其实在这不久之前 她又被拍到了醉酒搂着美女回酒店 张杰 在娱乐圈中 路人员不是很好的夫妻 莫过于张杰和谢娜这一对了 不是在朝他们土味 就是在他们的热搜下面反感生一片 哎,这奇奇怪怪的路人员 张杰的音乐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2004年参加节目我行我瘦 在众多优秀的选手中脱颖而出 拿到当年的总冠军 但之后发展并不好 甚至还要骑着自行车赶通告 于是有了后来的解约事件 好在遇到了计划主持快乐男生的谢娜 举荐她报名参加了这档节目 虽然她只获得第四名的成绩 但也比其他人幸运的多 因着谢娜的关系 她成为了快乐大本营丁子户 据不准确统计 她在快乐大本营出现了共有30次 仅递于何炯 谢娜 维嘉 吴欣 海涛和李湘 又参加了歌手和妻子的浪漫旅行 也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她的事业水涨船高 一步步到了如今的地位 刘凯威 刘凯威呢 其实在和杨幂结婚之前 就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资源 比如和杨一起演的《千山木雪》了 还有和李小冉 鹰彩 李子熊一起演的《凤川牡丹》了 而且还都是主角哦 只是她在内地走红 还是因为和杨幂的婚姻 彼时杨幂已经凭借 新建三河宫索西域 寄身一线小花的行列 那时候的杨幂对婚姻 还是有着非常多的憧憬的 以至于 她选择在自己的事业上升期 和刘凯威结婚 婚后 刘凯威把事业也转向内地 参演了很多电视剧 很多网友认为 这些离不开杨幂的帮助 说她是卵饭男 显然刘凯威本人 对这种说法十分不赞同 她在节目中曾公开表示 自己和太太发展的方向 是不同的 自己要更有艺术性一些 而杨幂则是更具商业性 还说杨幂不会不同意这种说法 好笑的是 后来杨幂也参加了这档节目 并斩钉截铁回怼道 我不同意 李承炫 李承炫早年来中国发展 并没能够在娱乐圈中 获得太多知名度 一直处于18线艺人的状态 在2014年 她与当时风头正盛的女星七薇结婚 这使得她的名字开始被大众所熟知 很多人都开始将她称为七薇的老公 与很多明星夫妻不同的是 七薇在外面打拼事业 她则在家里成为了一位全职奶爸 照顾女儿Lucky 也会因为七薇的原因 参加一些节目和活动 这也让她被不少网友称为软饭男 有段时间她自己也确实会觉得没面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并意识到自己在家里照顾家庭也是一种贡献 她理解七薇在事业上升期 为了生女儿所做的牺牲 而且七薇也有梦想和事业需要追求 因此 她选择了全新照顾家庭 让七薇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这种选择也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和质疑 但是她没有因此放弃 她认为自己需要承担起在家庭中的角色 为了家庭的和谐和幸福而努力 这种坚持和努力最终也得到了回报 李承炫凭借参加芒果台的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走红 一跃成为了大众所熟知的艺人 张静 张静是一位实力派功夫打心 凭借电影《夜问》《一代宗师》等作品 深受观众喜爱 她也曾被人们打上了软饭男靠老不上位的标签 这些评价主要是因为她和蔡少芬在知名度上的差异 在拍摄电视剧《水月洞天》时 张静和蔡少芬相识相恋 当时蔡少芬已经是香港TVB的当家花旦 而张静只是一名小配角和武术替身 尽管外界对他们的恋情并不看好 但他们毫不在乎 并坚定地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 蔡少芬又因出演了《甄嬛传》名声大掌 可张静的事业却不见起色 这种知名度不对等的恋情 往往会遭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攻击 一些网友和媒体就开始质疑张静吃卵饭 然而 张静并没有因此气馁 相反 她一直在默默耕耘 不断提高自己的演技和形象 2013年 她终于凭借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 拿下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之后 张静出演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她的表演和演技也备受认可 更是凭借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更多的粉丝和商业机会 与其说张静倚靠蔡少芬上位 不如说他们更像运动员和拉拉队的关系 张静在默默提升自己的实力 蔡少芬永远是她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秦浩 秦浩是一太非常喜欢的演员 最近她和范伟 陈丽浩主演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可把一太哭惨了 秦浩是文艺片导演的香波波 但在她和易能进结婚之前 她的名声也仅限在圈内传播 很多观众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直到她与比自己大十岁的女演员 易能进相恋 并结为夫妻后 她的名气才开始逐渐增长 不可否认的是 秦浩的知名度确实是在 与易能进的绯闻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两人的恋情曝光后 舆论中出现了很多质疑声 认为秦浩是借着易能进的名气才能上位 但是 秦浩并没有被这些指责打倒 她选择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她继续努力拍戏 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不断寻找机会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虽然之前一直没有红起来 但她并没有放弃 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 随着秦浩的努力 她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她在电影《妖猫传》等作品中出演重要角色 表现得十分出色 她的表现也被导演和制片人们看在眼里 开始得到更多的邀约和机会 直到秦浩出演网剧《隐秘的角落》 她在剧中饰演的张东升一脚深入人心 才成功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如今 没有人会再说她是易能进老公 而是会说她是演张东升的那个秃子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是演员秦浩 杜江 在和霍斯燕相爱之前 杜江也是默默无闻的演员 虽然也参演了几部作品 但都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 2011年她客串北京青年时和霍斯燕相爱 彼时霍斯燕已经因为出演几部作品 知名度很高了 在霍斯燕的帮助下 杜江开始接触更多的影视圈大佬 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从2011年起 杜江陆续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展现出自己的演技和实力 慢慢地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霍斯燕作为杜江的妻子 也始终支持着她的事业 很长一段时间里 她都被人叫做软饭男 很多人认为 杜江是凭借着霍斯燕的帮助和人脉 才能获得如此多的机会和资源 否则 她的演艺事业不可能如此顺利 在杜江的演艺事业越来越红火的同时 她们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 两人一直都是非常低调的存在 没有过多的炒作和娱乐新闻 这也让很多人对她大大改观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男明星在事业上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了成功 但也有一些男明星通过与另一半的关系 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和机会 然而 无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还是依靠另一半的支持 她们都面临着来自媒体和公众的压力和质疑 事实上 靠着另一半上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们也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时间去维护自己的形象和事业 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靠另一半上位的男明星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